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最后一局 李俊慧刘宇晨在16比19落后的情况下 连得5分 逆转成功 李俊慧刘宇晨首次获得世锦赛冠军 也是首次获得世界大赛的冠军 恭喜他们 拖了本次世锦赛低压中好戏 就是男双的比赛 4号种子高塔组合李俊慧刘宇晨迎战5号种子家村建市原田请勿 两队选手此前交手过7次 李俊慧刘宇晨次比赛微微领先 两队选手最近一次交手是在今年亚警赛 李俊慧刘宇晨2比1赢人取胜 李俊慧刘宇晨今天的比赛 首局开局两队比分僵持 可见两队准备的都非常充分 本局中后段 李俊慧刘宇晨也是发挥优势 越打越强势 最终21-12拿下第一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开局 日本队发挥他们速度会低优势 对李俊慧刘宇晨造成威胁 日本队一度6比4领先 落后的情况下李俊慧刘宇晨也没有着急 连追3分8-7反超比分 随后刘宇晨出现失误 日本队11比10领先1分进入局限 暂停回来后 李俊慧刘宇晨连得2分 反超比分 随后两队卸入僵持 一度打成15-15 日本队19比10有取得领先的优势 不过李俊慧刘宇晨连追3分 扳平比分 随后日本队发球失误 中国拿到冠军点 最终日本队回球出界 中国队21比19拿下第二局比赛 大比分2比0获得冠军 李俊慧刘宇晨奔唱比赛 球尼除了关心李俊慧刘宇晨能否夺得冠军 也是非常关心李俊慧会不会脱衣服 最终李俊慧不复众望 终于脱了 比赛胜利之后 李俊慧脱下了球队 扔给了球迷 今天的李俊慧刘宇晨真是太棒了 这样本次市井赛的比赛全部结束 国语在混双和男双的比赛中 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